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 三角梅现在已经进入了11月份下旬 那么在北方气温的话是比较冷了 这时三角梅基本上都会进入了休眠的状态 那么我们把它搬回到室内养护的话 一定要注意好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室内养护的话 一定要注意好通风的环境 最好就是把它放在一些比较明亮的环境养护 第二点养分 因为气温比较低 三角梅就会进入休眠的状态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入冬之后 我们就给它使用一次入冬肥 就是使用一些农家肥 就是这种风干腐朽好的养分 因为它里面含的大磷甲元素比较丰富 而且有非常多的腐质剂 可以抵消移住的一些寒冷 第三点就是浇水 虽然进入了休眠期 但是我们也要适量的给它浇水 给它浇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一定要根据这个盆土的干湿 盆土干透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浇透 但是这个水一定要给它困上两三天之后 再给它浇 这时水温与土温 基本上都会相近的 给它浇的话 这个根性就不会受到刺激 它就不会出现萎缩的状态 但是我们给它浇水前 给它调节水质 再给它浇三角梅的根性更好的吸收 因为三角梅它是虚微酸性涂养 那么我们在这个水里面 给它加上这个虚酸性营养液 它含的酸性比较高 既可以给它补酸 又可以给它补充营养 一举两得 那么在这个冬季 我们三角梅的集中 就不会出现一些根性问题了 一次性把它浇透最好了 就是1比1000的比例 浇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三角梅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